还要另外来关心的就是 只因为在KTV看人不顺眼 竟然就找人来围殴狂打 把人打到爬回KTV来求救 甚至是还曾经在夜店里面断人绞精 昨天晚上警方是趁着一群人在酒店里面 帮团圆庆生的时候 开轰趴已经拉K到意识不清 直接冲进酒店里面将他们一网打尽 KTV外头组联邦帮派分子围住 已经坐上继承车的男女不让他们离开 就在两方朝的不可开交僵持不下时 路口突然冲出十多名扼煞 把男子拖下继承车大打特打 同行的女子吓得惊慌失措放声大叫 但还是没有办法阻止拳头落在男子身上 男子一路被打到KTV大门 眼看情况失控女子赶紧冲进店里求救 好不容易抓到空隙 男子逃命一次的爬进KTV 这时候危机才暂时解除 公共场所遇到的时候 可能一些小的纷争就造成被殴打 围殴的一个状态 看不顺眼就动手 先前陈锡会长在夜店厕所与人发生擦撞 同样暴力相向 拿刀砍被害人绞经 达到被害人昏迷指数只剩下1 早就是警方眼中的头痛人物 跟这一年多 警方一早收网被害人带回警局 4点多的一个时间 那嫌犯是在警方到达的时候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抵抗 那部分神智状态并不是清醒的状态 警方扶晓初级 算转竹联邦南地会的陈进会长 在酒店扮轰趴拉开浸身 酒憨而热之际 恭喜不费 轻松瓦解 暴力集团